弟兄姊妹早 愿神的平安跟你们在一起 我们用祷告开启我们今天 2020年佛国节的罪会 我们一起祷告 祈彼的神我们再次感谢你 2000年前的今天 你从神中和我 你带给我们的救赎 现在是永恒的 我们再感谢你 就求你帮助我们 建立每一个人 建立我们的圣心 把我们的重担和忧虑放下 把我们冠心的 来敬拜你 来荣耀你 就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 以下的时间 奉我救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 阿们 我要请大家如果你可以的 站起来 我们一起唱四歌 来敬拜我们的神 如果你不行的 坐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已完成为了救助 我的主是主祖 世上没有他的奔骨 后来换不放来庆祝 他已完成为了救助 世上有那一位神 归是人而生 世上有那一位神 归是人而生 世上有那一位神 归是人扶我 世上有那一位救助 今天仍活着 从我的主是主耶稣 世上没有他的奔骨 挪开羞祖 挪开羞 他已完成为了救助 复活的主是主耶稣 世上没有他的奔骨 同来欢呼 同来庆祝 他已完成为了救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的主是主耶稣 世上没有他的奔骨 挪开羞祖 挪开羞祝 他已完成为了救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已完成伟大教书 从来换补从来庆祝 他已完成伟大教书 我们继续站立 参加一首歌《我的救赎者活着》 《我的救赎者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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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 《我的救赎者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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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 《我的救赎者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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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留在沉睡 当好叫想起你那一天 我将牵踏荣光之灭 当好叫想起你那一天 我将牵踏荣光之灭 哈利路亚感谢主 二千多年前我们的实际家乡 用他的生命 用他的血 把我们从罪赎出来 二千年前的今天 他俘卧了 他的生命是永恒的 他的血是永恒的 他的成就是永恒的 他对我们的救赎还有带领 不单单是昨天 还有今天 还有明天 主要求你继续的带领 我们这里每一个人 以上的祷告是奉我救主 耶稣基督之名 阿们 今天的经文是在马牌福音 二十八章一到二十节 我们 入经之前 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父 向我们启示你自己 在你的爱子里 显明应信得就道 如今我们恒求你 以你的话语教导我们 预备我们忠心 服侍你 今天是我们赛门弟兄 为我们正道 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一到二十节 我们一起聆听他的方向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 马太福音 第二十八章一到二十节 安息日将近 七日的头一日 天快亮的时候 摩达拉的玛利亚 和那个玛利亚 来看坟墓 忽然 地大震动 因为有主的使者 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滚开 坐在上面 他的相貌如同闪电 衣服洁白如雪 看守的人 就因他下的浑身乱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妇女说 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是寻找 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 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 安放主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 说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已先 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 你们要见他 看哪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 又害怕 又大大的欢喜 跑去要抱给他的门徒 忽然 耶稣遇见他们 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上前 抱住他的脚 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 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避见我 他们去的时候 看守的兵 有几个进城去 将所经历的事 都报给祭司长 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 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 说 你们要这样说 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 他的门徒来 把他偷去了 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 由我们劝他 保你们无事 兵丁受了银钱 就照所吩咐他们的去行 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 直到今日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 就拜他 然而 还有人疑惑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所以 你们要去 是万民 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或做 给他们施洗 归于父子圣灵的名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以上是神的话语 感谢神 现在我们邀请 撒谬弟兄 为我们尝试今天的 顺利 大家平安 前天我们一起 纪念耶稣的受难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 庆祝耶稣的复活 我今天要借着 刚才所读的经文 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 一到二十节 来跟大家分享 经由耶稣的复活 经历神的大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全能永生的父神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 感谢你 赐下你的独生爱子给我们 感谢你 赐下圣灵给我们 我们这个时候 恳求你 赐下你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明白 你的启示 也赐给我们能力 能将真理 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奉主耶稣 基督的生命 祷告 阿们 我在阅读默想 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 先观察了 这些耶稣复活的 见证者们 第一 是天使 在他滚开 峰墓的巨石之前 耶稣 已经复活了 所以 天使滚开 巨石 并不是为了方便 耶稣出来 因为复活的耶稣 是无所不在 不受限制的 天使这么做 是为了让人 见证这个空坟墓 第二 是几个妇女们 她们最先知道 主复活的消息 然后又成了 主的使者 去报好消息 给其他人 恐怕 这也是为什么 许多教会当中 姐妹占多数的原因 可能主特别恩待她们 让她们蒙福之后 去跟其他人 分享主的恩典 那么第三 是看守的兵丁 他们虽然亲身经历 并且报给了 祭司长和长老 但是这些人 他们仍然选择 继续与耶稣为敌 可见 相信和接受 耶稣的复活 最重要的 并非有没有亲眼见到 而是内心 是否愿意接受 当然 这里的主角 毫无疑问是耶稣 无论是圣经的记载 还是门徒们 代代相传的见证 经由耶稣的复活 彰显出了神的大能 而对于耶稣复活之后 两千年的我们来说 如何经由耶稣的复活 经历到神的大能呢 从今天的经文当中 借着耶稣所讲的三句话 我跟大家分享 如何从以下三个方面 来经历神的大能 那就是平安 团契和使命 当耶稣向门徒显现时 首先说的是 愿你们平安 各位朋友 你知道耶稣复活后 所赐给人的 是什么样的平安吗 耶稣复活 所带来的平安 是使人不再惧怕 和完全自由的平安 从圣经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正如历代先知所预言的 耶稣 首先在十字架上受难 然后从死里复活 他的死 是在复活之前 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如果没有他代替世人受死 我们每个人都要自我承受 犯罪的代价和结局 也就是 监视被罪挟制 来世遭受永刑 然而 耶稣经过受死 埋葬了罪恶 经过复活 战胜了死亡 给人带来不再惧怕死亡的平安 以及得到自由和永恒的 新生命的平安 因此同样的 我们如果想要得到 在耶稣里的平安 必须先经历死 才能经历复活 也就是 首先要愿意离弃 旧的败坏的生活 离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那么什么是 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呢 就是常常说 我想要什么什么什么 或者说 我不想要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想要的是各样的享受 不计的自由 避免努力和付出 超越他人的优越感等等 我们常常不想要的是 遭遇苦难 付出代价 做出改变 别人的益处优先等等 不可否认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程度的自我中心 如果我们不愿放弃 自我的王权 不愿把王权交给耶稣 就无法经历到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 无法领受 他要赐给我们的 那不被任何事物 动摇的平安 各位朋友 你愿意领受这平安吗 你愿意像耶稣一样 把罪盯死吗 你愿意像耶稣一样 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吗 愿你在神的大能当中 经历到这平安 我们要分享的第二个方面 是团契 耶稣接下来又对那几个妇女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避见我 耶稣让这几个妇女去告诉其他的弟兄们 一起回到耶稣的家乡 他传道的起点 在那里领受耶稣颁布的新使命 那么为什么要回到加利利去 其实除了 因为这是耶稣之前所说的 圣经当中并没有再做其他的解释 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的是 耶稣希望他的门徒们采取一致的行动 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 已经成为了耶稣的门徒 你在多大程度上 看中教会这个属耶稣的团契 在多大程度上 追求跟其他人在主内的同心合一呢 耶稣描述他自己 和那位差派他将士的父神之间的关系 是说 我与父本为一 他教导门徒如何保持与他的关系 是说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当论及门徒们的相互关系时 耶稣命令门徒们要彼此相爱 像他爱门徒一样 使人因此就能辨别出 他们是耶稣的门徒 作为耶稣的门徒 保持在耶稣里的团契 活出彼此相爱的关系 能证明我们已经领受了 复活的耶稣所带来的平安 并且愿意把从主而来的平安 传递给其他人 如此彼此相爱的团契 在我们普遍因为当今世界局势而容易产生焦虑的时候 更加显得珍贵和必要 我们虽然软弱 但靠着复活主的大能 我们能够学习如何为着他人的需要祷告 如何透过言语和行动去给予他人实际的关怀 让主的爱在众人中传递 使主的名被高举得荣耀 具体到现在在网上的主日聚会和小组 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参与本身 都会成为其他人的激励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团契中经历到神的大能 我们要分享的第三个方面是使命 耶稣在加利利的山上向门徒们显现 并且颁布了大使命 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在他的这段话里面 请问谁是他所指的你们呢 如果先看主的应许 他应许说常与你们同在 那么毫无疑问 这里的你们是指所有信靠耶稣 跟随耶稣 顺服耶稣命令的人 基于这样的共识 作为大使命的践行者的你们 同样是指所有耶稣的门徒 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人 或者说局限于教会的牧者和职员 在前一次的正道当中 我曾经用图表跟大家分享过 在采取不同隔离措施的情况下 病毒携带者会给社区带来的 不同感染的数目 那么神的仇敌魔鬼 巴不得利用目前的这个机会 让我们彼此隔离 借机阻断我们传福音的渠道 但是感谢神 在这样的挑战性的时刻 恰恰也出现了 我们以前没有的传福音的好机会 曾经离我们好似遥远的疫情 一下子就出现在我们身边 世界各地快速增长的死亡人数 也迫使我们正式生死的问题 有谁能确定 明天和死亡 到底哪一个先来呢 假如没有耶稣为我们而死 假如没有耶稣从死里复活 那么我们都找不到出路 都没有盼望 但是感谢神 因为耶稣的复活 让我们知道 肉身的死亡并不可怕 因为它不是生命的终点 而只是另一段生命旅程的起点 当我们不再惧怕死亡的时候 才能够积极活出生命的意义 践行主耶稣给予我们每个跟随他的人的大使命 愿我们倚靠神的大能 遵他的名为圣 扩展他的国度 遵行他的旨意 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在复活的基督里 经历神的大能 分别是在三个方面 平安 团契和使命 那么以上的这三个方面 是包括了 从个人到主内的团体 再到普天下的不同的层次 求神帮助我们 无论是在对真理的认知上 还是在实际行动上 都能够兼顾到这些不同的方面 令人担心的疫情终会过去 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意义 更在于如何活出荣耀神的生命 愿我们大家每一天 都能经由耶稣的复活 倚靠神的大能 活出从神而来的平安 爱和恩典 让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 感谢你 借着你的话语 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改变 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每一天都能够过荣耀你的生活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我在一起邀请大家 如果你可以站起来的 一起来唱奎英诗歌 如果不行了 没问题 我邀请你们 坐下跟我们一起唱歌 奎英诗歌是 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温柔又思想 带着主爱的力量 向着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隐藏 我愿意相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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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爱里 我愿意相赴 祢是我的主 祢是我的主 永远在你花耀朵中 祢是我 祢是我的主 我愿意相赴 我愿意相赴 爱你爱你快抱着 我愿意相赴 我愿意相赴 你生我已出 我愿意相赴 我们继续站立 用使头顺经 来向我们的神 表明我们的信仰 我们一起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参照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心里玛利亚所生 在坊掉比赖多手上受浪 比定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站在阴间 第三天从十人中佛我 圣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比从哪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的公知教会 我信圣头相通 我信罪的赦免 我信圣头福我 我信永生 阿明 大家请住 我们一起来用主讨门 向我们的神祷告 我们一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决明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下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易用的人时 经得契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越见四趟 就我们脱离松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明 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的 各位姊妹 为我们 祷告 等一下各位姊妹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 把我们招聚在一起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来敬拜你 主啊 你为拯救世上的罪人 降临人间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用你圣洁的宝血 洗净了我们的罪恶和污秽 将我们从罪的深渊中 提拔出来 而你却为我们受尽酷刑和折磨 死在十字架上 命的架码将我们赎回 带到上帝的面前 主啊 你以战胜死亡 从死里复活 把圣灵和永生的盼望 赐给了我们 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所赐下的无疆的大爱 感谢你为我们献出生命 死在十字架上 主啊 我们都是有罪之人 堕落之人 常常背腻你的心意 偏行几路 我们祈求你饶恕我们的罪过 用圣灵来洁净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知道 只要仰望你 依靠你 你就不会让我们缺乏 凡事交托给你 你就会为我们预备 让我们相信你的工作 有定时 无论怎样变换环境 顺境还是逆境 只要我们全然相信你 依靠你 你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因为每件事情的发生 绝非土然 你的试炼往往是为了 让我们学会放弃和等待 学会应该完成的锤炼和职责 今天我们所受的苦 吃的亏 担的责 忍的痛 都是生命中极宝贵的财富 主啊 求你来到我们中间吧 当我们寻求你时 请让我们寻见吧 让所有生病的 哭泣的和垂死的人 都能在你里面得着安慰 在祷告里挪取恐惧和不安 坚定地相信你 你必然会救我们 脱离一切凶恶和试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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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用此应的方式来结束我们的祷告 我们一起 主啊 愿你被尊崇高诸于天 愿你的荣耀充满权力 保守和恩待我们的国家 以公义和真理 引领我们 向世人显明通道的道路 在曼国施行待人的成就 仇主赐下肝明和真理 我们要全言你的咒恩 主啊 随听我们的祷告 因我们全言信靠你 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首歌 请差嫌我 我邀请你们一起站立 如果可以的 如果不行的 我邀请你们坐下 跟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 带希望如人群众 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 将温暖的入世界 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 孤独众人的心在角落战斗 拆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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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付出我所有 拆避我 当时要你的人群众 充满我 充满我 有你爱来充满我 在一起 紧握他们的手 看行啦 oh oh Vater 我如何献上我的活命 爱希望如人群众 就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 将温暖带入世界 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 他们的忧伤 众人的心在角落 再见我 再见我 我拥不住我所有 再见我 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囚满我 囚满我 有你爱来囚满我 再一次 紧握他们的手 再见我 再见我 我愿不住我所有 再见我 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囚满我 囚满我 有你爱来囚满我 再一次 紧握他们的手 我感到灵魂中的忧伤 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 战斗 我感到灵魂中的忧伤 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 战斗 再见我 再见我 囚满我 我愿不住我所有 再见我 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囚满我 囚满我 有你爱来囚满我 再一次 紧握他们的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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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站立 用祷告来接受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残余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愿我们带着神的平安出去 尽心竭力的 是主爱人 奉主耶稣基督名仇 阿们 大家请坐 谢谢大家崇拜杰出 我们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